我一直很想要一個弟弟耶 真的嗎 拿去拿去啊 所以她常常會跑來我們家蹭麵吃 真的嗎 真的她會來我們家 新二代當志強 新二代互助會 掌聲歡迎歐陽妮妮 嗨 嗨 我不知道她會不會對何喜怎麼樣耶 沒關係啦 不行 喔 上次次不行了嗎 我不知道 那妳繩子縮短一點 對 看一下 摸一下 嗨 嗨 很許會怕怕她嗎 奇怪 你為什麼怕 好像還行 她有讓她聞耶 我現在覺得 啾啾 好像還好嗎 好像還好 她給她聞耶 她很高貴耶 你們家的狗幾歲 三歲 跟她一樣大啊 年齡相仿 搞得我們兩個 不敢呼吸 我一直想要一個弟弟耶 真的嗎 拿去拿去啊 還是不是她給我 給你啊 其實其實她 因為她 妳幻想弟弟有什麼好處 不知道我覺得我弟會長得很帥 會 你們家的會 然後我會覺得就是 很舒服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蛤 不然 請看照片 沒有 她也沒有不好啊 你不要講這種客套話喔 其實因為 因為沒有啦 我覺得先讓觀眾朋友知道 因為我們家跟黃楊家 真的是就是 一起長大 所以其實 真的是太熟悉了 嗯 對啊 然後一種很微妙的 而且 而且因為 露西派 她 她跟我妹念同一個大學 然後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在巴士頓 就是只有我媽媽在那邊 就是大人 只有我媽媽 所以她常常會跑來我們家 蹭麵吃 真的嗎 真的她會來我們家 所以其實 對大家來說 她其實是很乖的啦 對 她就是有點 這要怎麼形容啊 她就是有點呆 對 就是呆 就是那種臭男生 臭男生的呆 所以我不懂 為什麼妳想要有一個弟弟 我覺得是因為你們家女生 真的太多 然後妳什麼表姐妹 也一對 就是都沒有男生 可是像大家心目中的 傅娟姐 我從來沒有這樣叫過她 我從小都叫她 傅娟阿姨 傅娟阿姨 這樣 所以真的是 家庭朋友 對 然後一直長大 然後以前我們家 我們家就是收養了一隻狗狗 然後我們家沒有辦法養 她爸竟然就把那隻狗 帶回他們家了 請問一下是哪一隻啊 那妳家超多隻的 就是有一隻 什麼什麼狗 黑色白色的一隻土狗 瘦瘦瘦瘦瘦的 然後妳爸很愛她 對對對 然後有點斑點的 對對對 妳爸很愛她 Fifi Fifi 對 我們家的Fifi 你知道為什麼Fifi嗎 因為我姑姑叫飛飛 真的喔 所以我們就幫她取叫Fifi 為什麼會用姑姑的名字取狗啊 哈哈哈哈哈哈 這樣是不是有禮貌的嗎 對啊 那時候就是想說 姑姑的 我不知道 她叫做飛飛 可是因為 日文好像就是Fifi 就是日文 就是Fifi 對對對 所以我們那隻狗的名字 就叫Fifi 噢 Oh my God 她聽到小孩的聲音 你不要假裝了 你根本就不會 有什麼攻擊性 你知道嗎 Stop OK 因為她可能小小隻的 還要先讓人 人家有下馬尾 對 她就是這樣 我跟你講 她只有在我旁邊 會生別人 狗讓人是 對 沒錯 她根本什麼都不會 然後看到別人 就夾一巴 然後就逃走